年货大街人潮这么多 店家雇用工独身的需求也因此增加不少 今年为了保障打工族的权益 劳委会首次推出了春节打工媒合平台 每个打工的职缺都经过审核 而且要符合劳基法的规定 而这样的打工机会目前还有2000多个 农历过年快到了 年货大街陆续开买 来应征的打工族很多 第一步要学会怎么缴买 照顾来 照顾来 抢生意要放得开 抢工作手脚也要快 每年农历春节前后打工机会增加 劳委会今年首度启动春节打工专案服务 推出媒合平台 而且每个打工机会都经过官方挂保证 符合劳基法规定 避免打工族被当廉价劳工 雇主都要把他的工作机会 进入到我们eJub的这个网站里头 那我们的每个旧物站 旧物中心里面会去审核 因为去年劳委会在春节期间进行劳动检查 发现有近五成的雇主违法 没有帮工度生投保劳健保 或是提早离职就不给薪水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劳委会表示目前在美和平台上 有2000多个春节打工机会 时薪最低98元 民众可以到全国就业一网 或是就业服务站询问 另外为了协助中高龄 长期失业劳工过好年 劳委会今年也推出暖冬零工专案 申请日期到1月22号为止 实薪102元 工作多久就领多少 过年前就能领薪水 劳委会表示 目前也还有很多工作机会 想要找工作的中高龄 长期失业者可以把握机会 记者徐克思蒋龙翔台北报道